警惕非法集资的四种新马甲 武汉市地方金融工作局 提醒广大市民 警惕以下四种非法集资新马甲 一些长租公寓已高进低出 长收短付租金贷的经营模式 形成资金池 而成租人却因此背负贷款 若租赁公司无法保持外部资金的持续稳定 出租人和成租人利益将受到损害 案例 一家长租公寓告知丁某 一次性支付13个月租金可减免一个月房租 丁某与长租公寓签订租赁合同并支付全年房租 与丁某一样的受害者达数百人 被骗金额约300万元 案例 我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推出感恩据划算套餐 家长预缴不同金额的学费本金 预付越多 送送课时也越多 同时承诺学完后返还家长本金 不法分子通过微信QQ等方式 以投资电影具有周期短 收益高 安全性强为有 又便投资人购买影视作品的理财产品 或电影收益份额实施非法集资 案例 刘女士在一个炒股群 所谓的老师建议跟着她投资电影 说有一部大制作电影即将开拍 上映后保证票房能达到20亿 现在正在认筹股份 且名额限定 此类活动并非真正基于区块链技术 而是借助区块链概念型非法集资之实 案例 我公司开发了一款虚拟货币项目 该公司打着区块链技术模式 宣称月收益率高达22.5% 承诺全额保本 以此骗取大量投资人资金 但到期后公司无法对付失联